这个视频开箱个机械键盘 我以前的这个键盘用了很多年了 是2014年1月份买的 花了499 樱桃的红轴87键 后来在2019年4月份又买了新的键帽 因为以前的键帽是ABS的 换了个PBT的 花了170 测课的 全家的一起是670块钱 现在新换的这个机械键盘 品牌叫银辰 型号是D84 那就是84个键 我这个老键盘虽然用了9年 但是现在仍然可以用 很强吧 但是前两年我就想把它换了 正好最近升级了新电脑 顺便把键盘也升级了 其实我对机械键盘了解的并不多 我当时在买鸭子键盘的时候 看中的是飞而渴的 价格是1000块钱 据说还在涨价 没舍得买 现在的机械键盘花样可真多 我的需求也很简单 首先一定要换一个无线的键盘 这个键盘它支持蓝牙 还有2.4G的无线 它有一个接收器 而且支持有线 它里面有一个电池 可以给电池充电 另外我还有一个苹果本 这个键盘支持Windows和苹果Mac切换 另外它还支持iPad和安卓系统 那两个移动系统我估计用不到 其实我要的这些功能 对于现代的机械键盘而言 都是基本功能 基础款 现代的机械键盘 我感觉主要就是在打风格拍 个性化 定制化 所以我选了这个红白机的外观 这个和我做的账号 小白的宝箱 PS5 游戏相关的比较符合 比较贴合 我之前那个键盘 每隔一年两年 我就会清洗一次键帽 每次把它拔下来 然后晒个朋友圈 会得到很多点赞 现在这个新键盘 除了可以拔键帽 还可以拔轴体 这个我要尝试一下 现在这个键盘 默认的键帽就是PBT的 我之前那个键盘是ABS 后来换了PBT 也可能是价格加到位了 默认给的是PBT 现在这个键盘银沉D84 它有很多RGB光效 其实我对光效倒不是很感兴趣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卖点 但是有比没有好 另外这个光效挺有意思 有很多种效果 而且还支持方向改变 还能看电量 刚一开始玩的时候 还真有点晕 后来看了说明书才明白 原来里面有这么多门道 关于轴的颜色的选择 这次选择的是插轴 我之前用的是红轴 其实我特别想尝试一下轻轴 但是又怕影响家人 所以选择了插轴 这个键盘用的轴体是加达龙 其实我对轴体没有太多的研究 我只知道樱桃轴和国产轴 这个应该属于国产轴 声音不错 手感不错 不知道能不能再用了9年 这个视频是开箱和初体验 回头我用的时间久一点 我再做一个详细的体验视频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点 用好这个键盘是要看说明书的 在不看说明书的情况下 很多功能都不知道怎么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各位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